时定和平国小为了要争取英语多元教学的支援 并且让偏乡的孩子能够有机会拓展国际的视野 今年再度争取到海外华裔青年英语服务营到小服务 今年共有六位青年志工被分发到和平国小 从7月14号起到25号这段期间 将带领65位小朋友进行围棋两周的英语学习活动 对于能够帮助小朋友学习英语青年志工们都表示相当的开心 由教育部与强委会共同办理的海外华裔青年英语服务营 继去年来到时定和平国小后 受到了小朋友热烈的欢迎 今年再度扩大举办 除了和平国小学童可以报名参加 另外时定和永定国小的孩子也都能够来参与 由六位海外青年志工带领65位小朋友 从7月14号起到25号 将进行围棋两周的英语教学活动 能够和小朋友一起相处 服务团成员们都觉得很开心 表示将透过活泼的游戏方式 让小朋友能够轻松学英文 我很喜欢 我真的觉得小孩子让我很开心 每次教他们 他们开始懂的时候 就是让我很有成就感 就是觉得这些小孩子一直在学 一直这么用功来学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 就是让我心里很开心 我们在剑台有大概一个礼拜 他们给我们介绍很多游戏或是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的教小朋友的课程当中可以用的 利用分组抢达让小朋友们不再死被单字 而小朋友们也积极地表现 希望能够为自己的队伍获得好成绩 参加英语服务营的小朋友表示 这样的上课方式很有趣 大家都说想要学好英文 希望有机会到国外去时能够好好的运用 老师会给我们一些互动 例如说是玩游戏或是让我们练习 然后让我们拼出单字觉得很不一样 学到很多更多的英文 而且还可以增广下建文 这样到国家到外国的时候就可以 就可以更加顺利的跟外国人对话 和平国小校长江梦佑表示 这样的活动对于偏乡学校来说相当的难得 小朋友除了学英文 更可以借此了解多元文化 也让孩子的视野可以更加开阔 不用花大钱去游学 就有游学的效果 这是我们去年年举办的一个用意 那这样子成果下来 发现小朋友昨天在访试的过程当中 小朋友都说还想要再参加 甚至也还觉得说两周好像时间太短了 那我想这是一个开始 那我们希望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邀请其他世界各地的国家的小朋友 到学家来做一个交流 为了白天的上课活动 这群华裔青年志工都是利用晚上时间准备 而为了使他们也能够了解台湾文化 校长江梦佑表示 都会邀请青年志工 前往当地的小朋友家中做客 让彼此的交流除了语言之外 还有着满满的热情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我们下语言之外